年假即將結束人類銀行最新的調查發現 735家受訪企業當中有超過八成都要幫員工加薪 至於跳槽要注意什麼呢 一起來看 大年初五開工日人類銀行發布新春開工調查 發現一千多名上班族新年許下的職場願望 第一名就是升職加薪 期望的加薪幅度平均5.2% 人類銀行同時調查735家企業 發現超過八成年後有加薪的計畫 不過平均加薪幅度是3.7% 一旦加薪幅度不符合上班族的預期 往往就是年後轉職一大主因 各大人類銀行紛紛推出轉職專區 上班族蠢蠢欲動 開始找工作 去尋找到可能你覺得當下你要設計的東西 也有不少人為轉職上課進修 希望能考到證照 墊高自己身價 畢竟跳槽 價碼很重要 以主管level來看的話 至少是15%以上 基本上大概都是在15到20才值得跳槽過去 如果是一般員工的話大概在10% 除了薪資 專家提醒也要考量公司福利 學習機會還有未來發展 轉職不只為了好心情 更要換到好工作 有電TV 張家全為林秉舟 新北市報導 隨意的證定